广州深圳珠海澳门四日自由行攻略 第一天 广州 早上 参观广州塔 也被称为小蛮腰 这座高塔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登上塔顶 您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美景 下午 前往长龙欢乐世界 这是一个综合性主题公园 内有动物园 游乐设施和水上乐园 是和全家人一起享受欢乐时光 第二天 深圳和珠海 早上 前往深圳的世界之窗 这个主题公园集结了世界各国的名胜古迹 通过缩小模型展示 让您仿佛环游世界 下午 前往珠海 游览珠海与女 这是珠海的标志性雕塑 也是拍摄美丽海景的好地方 傍晚 在珠海品尝当地海鲜美食 特别推荐尝试新鲜的海鲜烹饪 如新鲜的龙虾和蟹类 第三天 澳门 早上 前往澳门 首先参观普京赌场 体验世界级的娱乐和博彩氛围 下午 游览威尼斯人酒店 这个奢华度假村 融合了威尼斯风情 欣赏美丽的水上表演和壮观的建筑设计 傍晚 登上澳门塔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跳伞塔 可以尝试澳门塔蹦极 感受极致的刺激体验 第四天 澳门 早上 逛澳门的老街 比如石工庙和大三八排坊等历史悠久的古迹 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氛围 下午 品尝澳门的美食 包括葡式蛋挞 葡国菜和澳门特色点心 如猪扒包和凤爪等 这样 您将在四天的行程中 畅游广州 深圳 珠海和澳门 不仅欣赏了各地标志性景点 还品尝了丰富多样的美食 记得提前规划好交通和酒店预定 以确保行程顺利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